功夫足球曾经风险一时 一位叫孔德堡的东北球迷 因为不满中国足球现状 2007年在北京组建了功夫足球队 说到功夫足球 很多人都会想到电影里那些神奇的中国功夫 但孔德堡不是这样理解的 我想表达的就是 武术运动员转型踢足球 我们从个世界来做 不是像谁来之后 基本上都是想要一些旋风腿 老是要这些东西 要这些花燥东西 这些花燥东西七十三说句实话 不少这些东西它是多余的 你看一脚就能有点串门 你非得转个圈的体 有点多余 2007年10月 孔德堡拿出自己经商的收入 成立了帅民客武术足球俱乐部 在苍州电视台招募 习武五年以上的小伙子踢球 这一举动在当地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几百人电话报名 出事当天 孔德堡借了国内专门测试 职业足球运动员的机器 只有一个叫尹景轩的 刚刚符合标准 无奈之下 孔德堡只好降低标准 招了四个选手 后来又从河南少林俄坡武术学校 北京人文大学武术院 河北苍州等武校招了九名队员 组成了一支十三连的球队 做自己研究出来的动作 别人做不了的 或者是做完动作以后 别人感觉是挺惊慌的那种目光 我感觉挺满足 球队组建后 队员们每天训练十几个小时 非常辛苦 而孔德堡每天为升级发愁 球队的生存方式也悄悄的变化着 一开始租场地练球 后来免费使用场地 开始时孔德堡提供一日三餐 到后来队员们出去打工赚钱养活自己 老孔要操心球队的训练 还要操心自己的温饱 周围没有几个人支持他 但老孔从没有动摇 球队从成立到现在 还没打过败仗 像阅队都不好阅 因为你阅来了 他来是跟来玩了 来那个放松来了 结果你很郁闷就走了 一般是他进球会少 是不收场地负 免费为一大伙提前打的话 得跟一三人约他 你来跟我们玩了 礼拜五礼拜六 放休息的时候 我们来玩一下 我都有场地 我供你们水喝 跟那大伙来一起聚聚热闹着他 一般能连聚来两次的少 因为资金困难 工夫足球队现在只有七名队员在北京 只能训练无法进行比赛了 我们宝说 只要资金到位 外地的队员马上就会回来 没有 没有 报告 足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